哈喽大家好 那今天的话呢非常激动啊 那群晖7.0的这个预览版正式推送了 那我在今天也就是9月8号下午6点左右的时候呢 收到了这个群晖发轨的这个邮件 也就是更新这个7.0预览版的一个邮件 也可以说这个是群晖7.0第一个公测的这个版本 这个邮件呢应该是在2020年1月14号之前申请过这个测试资格的朋友才能收得到的 我记得我是在12月底的时候去申请的 那现在呢都快接近一年的时间了 这个事情都基本上忘记了 不管怎么说呢今天收到这个邮件还是非常的激动 因为群晖的这个7.0更新呢是一个大版本的更新 系统的这个UI以及部分的这个程序都是经过这个重新设计以及优化过的 今天呢我就第一时间带大家来升级看一下 那我的视频发布可能是在明天了也就是9月9号了 现在呢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主题 从这个邮件的部分呢就可以直接跳转到我们当时申请这个测试资格的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现在已经到了第三步也就是安装测试的一个过程 从这里的这个下载入口就可以跳转到我们新版本7.0易卵版的一个下载地址 当然这里是需要你登录你的这个账号的 进来以后呢就是同意它的一些协计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下载它的这个新版本的系统了 在这个下载页面就可以找到所有支持升级到7.0版本的这个系统的固件 那我现在为大家演示的是1819 那所以我就下载这个1819的这个7.0的固件 现在呢我们进入到正式升级的这个环节 那现在我的这个系统版本呢是6.2.3最新的这个版本 那现在我们就直接手动来更新了 更新到7.0 好那选择这个7.0的固件 然后我们点确定就可以 有个更新系统的一个简单的提示 我们只要同意 然后呢现在就可以开始更新 这个大版本的更新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感觉就和一个小版本更新是一样的 当然我现在演示的是空系统 如果是有资料的可能会慢一些 现在呢就准备进入到系统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UI就已经开始变了 这个UI界面呢就非常的扁平化了 这里呢要稍微等待一下再更新一些套件 好的那现在的话呢就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系统的登录界面了 那这个UI大家可以看到完全变了 这个登录界面做的非常的扁平化 非常的简约 这种扁平化的UI它最追求的就是这个动效 那这个小箭头也有一个很细微的一个小动效 大家可以看到像水波纹一样的 当我们点击登录以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会由小变大 扩展开来的一个进入系统的一个动效 现在呢就是7.0最新版本UI的一个桌面了 这个UI的这些图标的质感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不会给你感觉有那种廉价或者山寨的那种感觉 总体的这个布局是没有任何改变的 那它所有的像显示桌面它还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显示这个程序它也还是保持在原来的这个位置 里面的应用程序也是同样的这种APP的这种布局格式 右边呢依旧是通知中心 然后个人中心 然后小工具 还有这个搜索 目前的感觉呢就是换了一个主题 然后我们再接着往下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稍微有点变化的就是这个存储管理员 打开后呢里面变得很简约了 感觉是三减掉一部分功能 实际上是整合了一些功能 我们先创建一个存储词 然后进来后呢 第一个选项呢是仅支持单个存储空间 进来后呢就是基本的一个单独硬盘的一个存储 以及锐的啊两种模式 第二个选项呢就是多个存储空间 那这里面呢就包含了群辉自家的这个SHR 这个也是我最常用的一个阵列 所以呢我创建还是选择这个SHR来创建 但是这个版本没有看到有SHR2了 那可能是整合了吧 那接下来的这些步骤呢 和原来的版本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区别了 到这一步和之前不同的是 这里要手动选择一下 自己手动去分配一个存储空间 那么如果你不分配的话呢 它也不会默认最大值 反正你都要选择一个 那我们就选择这个默认最大值就是整块硬盘都使用 好那就点下一步 格式的话呢就用它推荐的这个也就行了 然后呢就直接点完成 创建好的这个存储词和以前一样会自动在给你创建这个存储空间 那剩下的这些状态啊和以前的就没有太大的这个区别 只是这个显示的界面不一样 功能上面和以前都差不多都是一样的 只是发现这个页面下没有这个缓存功能了 那可能是要加了缓存才会显示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最常用的功能 也就是这个共享文件夹了 这个共享文件夹在使用和这个显示方面和以前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任何的这个区别 仅仅只是这个UI界面的不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当中所有的功能和以前是一样的 布局上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区别 这个登录门户就是快速的设置群晖的这个端口号 以前的版本这个功能隐藏的还是比较深的 那现在它已经做一个快捷方式在前面了 外网访问这里它整合了这个QC以及DDNS 以前的这个QC和外部访问是两个分开的页面 现在它整合在一起了 其他部分的功能和之前没有太大的这个区别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套件中心 套件中心新版本一进来呢 就是到了这个测试版的这个套件 那这些套件都是已经更新适配到最新版本的 那当然也都是些测试版本 我直接装几个我常用的这个套件 那一个呢就是这个网盘的一个套件 还有一个呢就是相片的一个套件 那之前的这个照片的套件呢 它是有两个 一个呢就是群晖自家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moments 那两个套件的话 我当时觉得是moments好用 所以一直在用那个 现在呢群晖它把两个整合为一个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最常用的这个网盘的功能 网盘的话呢 我打开以后呢 感觉这个UI界面都没有变啊 和以前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呢再看一下这个相册的这个功能 其实这个相册呢 它就是moments 功能和界面完全都是一模一样的 目前还没有对应它这个手机客户端的这个APP了 反正这个使用上 以及它的这个界面完全就是moments 没有任何的这个区别的 接下来底部这里有一个反馈bug的一个按钮 这个不知道正式版出来以后呢 还会在不在啊 反正现在是有这么一个反馈bug的按钮 点进去后呢 实际上它是跳转到了这个技术支持中心这里 最后呢 有一个新增的一个功能啊 其实这个功能就是一个云端的一个功能了 登录到云端以后呢 你就可以检测到你这台群晖的一个状态 这个功能未来应该是一个收费的功能 然后它还有这个数据保留长达一年的这个时间 这个功能我们有做功课 我们仔细的去看 从它的这个字面意识 难道这个数据可以保存在云端吗 那我有几十个T的数据 甚至有这个上百T的这种数据啊 那它的这个云端的费用应该是很贵的 这个我还不确定啊 是不是可以保存这个数据在云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样数据又可以多一份这个安全的这个保障了 虽然要花点这个费用 好了那这个呢就是群晖7.0预览版的一个简单的预览了 具体呢我也只是体验了一下 还没有深入的去使用 就是呢想第一时间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新的UI 我觉得这一点是最吸引我的 说实话这个新的这个UI 比起老版本6.x版本的那个UI的话 质感上是要有很大的一个飞跃的 虽然总体使用的这个感受呢区别不大 但是它的这个系统的这个UI 比起老版本来说 就像这个Windows和这个苹果系统的这种差距感 大家应该懂我的这个意思吧 然后系统的部分 我觉得做了一些减法 把这些一些比较复杂的功能简化了一些 比如存储空间管理员 具体的这个系统流畅度呢 目前系统我只体验了一两个小时 并没有发现有什么bug 还是非常流畅的 如果你也想体验 那么你之前没有申请过这个体验资格的话 我也会把一些常用的一些机型的这个升级包 提供给大家 大家去升级就可以了 那提醒大家升级测试的时候呢 建议使用一个空盘 不要用你有数据的这个盘去升级啊 毕竟这个还是一个测试的版本 好了 那么这期快速预览体验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